您好 欢迎收看《晚安台湾》 我是周景瑜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最新完整报道 新北市石门的仓库 在5号晚间7点多发生大火 当时是邻居看到火苗窜出 才赶快通知消防队 火势在半个小时之后顺利被扑灭 随后屋主也赶到现场 说疑似是电线走火才会发生意外 还好仓库里只有堆放了回收物 以及木材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赶敌火在现场消防人员立刻拉水线 对着起火点一阵猛喷 起火的仓库距离薄油道路不到5公尺 除了正面洒水外 另一组人分进合集也在侧面协助灭火 现场烟雾弥漫 水车救护车也在小巷待命 灭火丝毫不敢大意 这里是新北市石门的中央路 5号晚间7点多突然窜出火蛇 由于里头堆满的回收物和木材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满屋子的物品这下全烧毁了 好在平时这里没有住人 入夜后也嫌少有人进出 因此没有造成淹源伤亡 现场是木造铁皮屋半层楼的 现场飞机很多回收的杂物 燃烧会团燃热 燃烧业之间无数 是不是电线走火酿货 相关单位还得再厘清 也幸好邻居机警第一时间通知的消防队 在火势还没扩大之前就抢先扑灭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